就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显卡价格再次迎来了巨幅下跌 NVIDIA的RTX3080一夜下跌就已经超过了35% 而在此前NVIDIA就已经悄悄通知各大版卡厂商下调了显卡成本 并会将此福利回馈玩家 至于更加详细的信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进入2022年以后 显卡价格就一直处于下跌趋势 而最近一个月的下跌可谓是非常迅猛 具体来看根据3D Center的数据显示 于2021年5月的最高价格相比 AMD新款RD2架构的RX6700XT、RX6900XT等 均从216%的溢价跌到了135%左右 换算成价格就是跌了1500元到2000元 至于隔壁的3D系显卡 价格下跌更是绝无仅有了 于2021年5月底的最高价格相比 NVIDIA的3D系显卡溢价均从318% 跌到了如今的141%左右 换算成价格也就是平均下跌了 3500元到6000元左右 其中RTX3080从1.4万元左右下跌到了7500元 而RTX3070更是从1万元下跌到了5000元左右 然而这并未算完 具体的用户报道 高端显卡RTX3080的价格 在澳洲一夜之间便从2299澳元 跌到了1499澳元 也就是从10993元跌至了7168元 跌幅超过了35% 一晚上便跌了3820元 这简直就是前所未完 除此之外 跟进Sandy Center的消息显示 在德国和奥地利 旗舰RTX3090的价格也是从去年的3199澳元 跌至了现在的1990澳元 也就是直接下跌了近8500元人民币 跌幅超过了37% 至于国内的话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 无论是在某东还是某宝上 显卡的价格都在急速下跌 利用某品牌的顶级旗舰RX6900XT 已经从起售价1万元跌至了8000元 直接是成了破罚状态 而NVIDIA的RTX3070 RTX3060等显卡 也在慢慢地向原价靠拢 看来只要玩家们不买 愿意继续做等等档 那显卡的价格势必会继续下跌 而显卡降价的原因其实很明显 由于三星产能的恢复 NVIDIA可以选择同时利用台阶电和三星 来提高自己的出货量 从而解决显卡供应问题 而随着英特尔的ALCC的显卡进场 这也会进一步扰乱现有局面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目前NVIDIA已经悄悄地通知了各大版卡厂商 将显卡的成本下调8%到12% 而这Beta Infiltures数据指出 现如今的ETH挖矿收益越来越差 已经从最高分的1兆哈系每秒 赚取0.282美元 下跌至了仅有0.042美元 利用直接是减少了86%左右 这样一来成本下跌 外加挖矿收益爆降 显卡不降价都难 而各位是选择现在下山 还是在等后续的新卡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说出你的想法 同时超级客的置顶动态中 也正在抽取价值2.5万元的显卡 主板等奖品 感兴趣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咯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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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